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附星门 某笔手写的地名 意味着这些钥匙 不属于寻常百姓家 这是解放战争时期 北平城门的钥匙 1949年1月31日 北平解放 作为权力交接的标志 这串钥匙被保留下来 成为了一段往事的见证 这个冬夜 战争迫近北平 华北大势已去 北平固城难守 父亲 为什么不考虑和平谈判呢 遵照中共地下党的秘密指令 傅东局要策反傅作义 劝他放下武器 走和平道路 1948年11月 随着辽神战役结束 东北解放 不久 东北野战军归视华北 平津战役 打响了 这场战役 左右着华北局势 更牵动全国的神经 一旦北平开战 这座千年故都 必将遭到战争破坏 沿见华北大势已去 江界石之殿 立权傅作义 尽早突围 退爆江南 然而 北平是战是和 傅作义 还是举棋不定 第一次纵队 相伤家口增兵 是我军孙音丰布 城府被受敌之行事 战局并没有就此停顿 12月初 解放军包围了张家口 傅作义撤回西北老巢的希望 已经破灭 唯一能出海的天津 也被包围了 北平成了一座孤城 在傅东局等人的一再全说下 傅作义决定尝试和平谈判 傅作义掌握着北平成的钥匙 掌管着华北防务 这是他最大的筹码 但随着包围圈缩小 这几块小木牌子 又能顶得住几发子弹呢 第一次谈判毫无结果 傅作义既要停战保留实力 又要成立联合政府 与共产党评分秋色 条件显然太高了 毛泽东对傅作义 拥兵自重的企图早有防范 就在傅作义犹豫不决时 12月22日 解放军攻克新保安 全监附作义王牌军 三十五军 千军义得 一将难求 只有一生一人反来 就生死千军万骂 难撤 是彻底没有希望了 请副总统 请进之时 我自有分寸 傅作义这么说 等于是公然抗命 于是 北平特务投资 古正文提议 绑架傅作义 但最后 蒋伟国 没有下定决心 如果放下武器 中央军会不会向自己动手 共产党会不会按战犯罪处决自己 傅作义的思想动态 傅东局全看在眼里 天黑防盗 小心火烛 他把父亲的言谈举止 写在小纸条上 借着晚上出门的机会 交给北平地下党 这样滑稽的处境 傅作义并非一无所知 他的老师刘厚彤 此时也一再劝说 老师 我的政治生命 算完了 你的旧政治生命完了 可以开始新的政治生命 和平谈判 是人心所向啊 第二轮谈判 中共依然没有妥协 总原则依然是 所有副作义指挥的军队 一律解放军化 所有他管辖的地方 一律解放区化 十四日午夜前 傅作义必须同意放下武器 不是什么协定 是一个会谈纪要 共党坚持要我们解除武装 你可颠报解放军 你已回到北平 这个过两天再说 在这晚级时刻 一个关键人物 空降北平 直接带我去见副将军 邓宝山是副作义的副将 与副有生死之交 更重要的 他早年驻军山北 和毛泽东是好邻居 因此 他成为了第三次谈判 最理想的人选 关于谈判 你怎么看 你怎么看 北平人民渴望和平 这是人心所向啊 可是我担心 放心 放心 有你我在 北平的中央军 掀不起睡花 邓宝山的到来 成为了北平和平谈判的一把钥匙 然而 限定期限转眼已到 1月14日 解放军按计划向天津发起总攻 短短29个小时 天津破城 中央军从军官到士兵都看得很清楚 北平守不住了 副座义终于下定决心 1949年1月21日 经过前后三次秘密谈判 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 终于达成 1月31日 人民解放军入城接管防务 林正 交接一事 正式开始 老话说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这是说 每件难题都有一条最幽景 而今 钥匙闪闪发光 答案尘埃落定 转动钥匙的掌心已看不到了 但门后的答案 清晰如故 我们在时光的轨道里 追寻 在某一刻 这串钥匙曾开启过一山 和平之门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